哈喽大家好我是专注者现在跑题的不死尿清旋 作为一个曾经的光荣粉 年少时因为三国志英杰传大航海时代 苍狼与白鲁等诸多SLG接触到了光荣 但是如今SLG这个类型已经不是光荣的主打 曾经大量的SLG系列作品 还有单机续作推出的 只剩三国志与信长野望两个系列 而且近十年来这两个系列作品的质量也不是很稳定 三国志十二十三以及2019年的信长之野望大志 我个人都比较无感 一度让我觉得光荣是不是对SLG已经彻底没有想法了 好在2020年年初和年末推出的三国志十四 极其威力加强版 让我觉得这两个系列或许还可以再期待一下 2022年7月21日 信长之野望系列的最新作品 信长之野望新生上市了 我忙中抽闲的玩了90多个小时后准备随期视频和大家稍微聊聊个人对这款新作的一些感受 先说结论 本作的整体系统设计更偏重战略布局 战略系统中有一些我个人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但是整个游戏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总体来说我非常期待新生的威力加强版 本作的系统强调玩家在游戏中扮演的身份是势力的大名 所以非大名之侠城池的基本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武将的主观能动性 因为本作的政略系统最核心的设计是通过任命之行 让武将自主的去推进城池建设 虽然游戏最终想要获胜 依然是靠战争来推动 但是作为战争基石经济才是最重要的环节 而势力经济发展的重点就是对城池领地的建设 本作中关于城池的建设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开发郡 其二是建设城下设施 开发郡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通过掌控农村与市这两种基础聚落 来提升郡的蛋糕和商业两种基础素质 通过建设开发特别聚落 强化郡的发展方向 通过领内问题建设高阶聚落 激活郡的特殊能力 非大名只属城池属郡的掌控和建设 大名都无法直接指挥 只能全权交给担任该郡之行的武将自主完成 而掌控和建设的速度则由武将的统帅职决定 城下设施提升的则是城池本身的属性 只要是在大名军团控制下的城 其城下设施的建设都可以由玩家亲自指挥 也可以通过实施革新制度政策 开启城下方针 让城主根据玩家的指示自行推进 决定城下方针被执行速度的关键是城能力中的政务 而决定城能力的基础是城主的四维 在任命城主之后 如果还将该城其他属郡授予给了另外的武将 那么这些武将四维数值中有高于城主的部分 或者武将与城主向性交好 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城能力 城能力除了会影响城下设施的建设速度 还会影响到城池的收益 以及从该城派出的军队的能力 在这种政略系统的设计下 如果想要实现实力的快速增长 就需要玩家在游戏过程中 频繁的更换各个城池的城主 以及负责各军的知行武将 因为城池建设时 城能力必须达到特定数值 才可以制定对应的城下方针 同时想要加快城池建设的速度 还需要把统帅和政务两项数值更高 而且最好带有尽心尽力攻势等 能够加快城池开发相关特性的武将 集中到同一座城池中 而当城池建设完成后 又需要根据城池的定位 重新为城池和其属郡任命对应的武将 才能继续最大限度的 发挥武将和城池的能力 虽然只要是处于大明军团下的城池 城下设施的建设工作 都可以由玩家亲自指挥 但是由于所有出自玩家的政令 都会占用一定的劳力 并且消耗相应的金钱 而在实施了移交财量权政策后 制定城下方针就不再占用劳力 且实行城下方针 不会扣出大明军团的军费 所以虽然让城主依照城下方针 自动推进城下设施的建设 理论上没有大明亲自指挥效率高 但是在劳力和军费有限的情况下 想要加快整个势力的综合实力 就必须把一部分城池的开发 完全交给那些不怎么聪明的AI 对于不喜欢纠结具体细节的玩家 可能会更容易接受这种 间接管理的政略模式 因为没做城池的建设 并不需要去全程关注 玩家所要做的是积极准确的调整游戏中的武将部署 而不是去关心具体的一砖一瓦怎么累 但是对于喜欢事无巨细 都要全盘把控的玩家来说 这种非精细化管理的政略设计 或许会让他们感到像是被困住了手脚一样 在战争类SLG中 军费收益的多寡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势力的发展速度 但是本作中 除了决定军费的商业 决定军粮收益的蛋糕 同样是反映整个势力强弱的一项核心数据 在某些方面 它的重要程度 甚至超过了军费的收益 大明军团的总蛋糕 决定了大明可调动的劳力 也就是同一时间内 可同时执行的命令数量 所以即便是负的流油 但可调动的劳力太少 也会面临有钱没处花的困局 而每一座城池的蛋糕数值 不仅决定了该城的军粮收益 也决定了这座城池能够动员多少兵力 也就是说各城池蛋糕数值 还决定了各支部队的战斗力 说到部队 很多喜欢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玩家 肯定对本作的战斗系统会感到一些失望 因为在斗殴这一方面 本作确实是有些过于简化 不过这个缺点可能因人而已 像我个人一直对这类游戏里的战斗部分都不太上心 这种有些简陋的战斗系统 对于我来说 就只是单纯的觉得乐趣少了一些而已 本作的战斗系统不存在兵种和阵型等 具有战术克制的设计 铁炮和骑兵成为了概率触发的技能 无论是大地图上的战斗 还是小地图中进行的会战 战斗指令都非常简单 除了单纯比拼军队的参数外 玩家在战场上最主要的操作 就是指挥各个部队 明确他们的进军路线 尽量让我方部队 对对方部队形成夹击 以激活战法特性取得更大的优势 两种战斗形式最大的不同点 是在会战战场中 会出现一些特殊据点 给每一场会战带来一些小小的变数 虽然说无论是大地图战斗 还是会战 战斗的逻辑基本相同 但是系统本身是鼓励玩家 更多的发起会战 因为会战能够带来的收益 明显要比大地图战斗高 首先展开会战 无论一场战斗经历了多久 游戏中的时间并不会流逝 也就意味着不会消耗军粮 在本作中 每只出征部队军粮完全独立计算 而且在部队出征之后 无法在中途补充军粮 也就意味着 从离开城池的那一刻起 一支部队的最长作战时间 就已经被限制好了 但展开会战 可以在不消耗军粮的情况下 歼灭敌人 也就提高了部队持续作战的可能 其次会战结束之后 有可能会出发的威风效果 可以为胜利一方带来一些显著的优势 比如直接占领战场周围的郡 甚至是城池 同时驱散占领区域内所有的敌方部队 还可以改善为参战的周边势力 以及提升属下武将的忠诚等等 虽然系统明显在鼓励玩家更多的使用会战 但是目前的设计中 触发会战的条件却又很单一 必须要玩家势力的大名亲征 且大名的部队靠近交战前线 才可以展开会战 这种设计对于像我这种特别喜欢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就让大名躲在后方负责种田 让其他将领负责在前线战斗的人 当游戏进入中后期 就基本无法进行会战了 也就没有机会触发威风效果 让单局游戏的流程被大幅延长 而想多利用会战提升战斗效率的玩家 在游戏过程中 则必须频繁的移动根据地 让大名尽量的靠近前线 前面已经提到过 因为蛋糕的高低 关系到城池的兵力上限 所以它是本作中的一项核心数据 而在与敌对势力周旋时 同样可以利用这个数据 因为每座城池的蛋糕总数值 由城池及其属菌的蛋糕共同组成 如果城池的总蛋糕 因为城下设施改建或属菌的情况发生改变 那么相应的 城池的兵力也会改变 而属菌又可以被单独占领 所以依照这些设计 想要攻占对方的城池是理论上 可以选择不直接强行攻城 而是逐步侵占其属菌 通过逐渐降低城池总蛋糕 来削减城池的总兵力 然后趁其兵力下降后的间隙 再派兵强攻 虽然这种战术有点狗 但如果是选择弱小势力开局 在游戏前期面对一些实力相当的对手时 可以利用这种机制 通过逐步蚕食对方菌 来逐渐削弱目标城池的兵力 顺便压制对方的发展速度 但是当面对一个实力明显占优的势力 或者游戏进入中后期 各个势力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这个战术基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虽然理论上这种操作依然可行 但是本作的AI逻辑 基本不允许你这么做 即便是在低难度下 本作AI势力的扩张欲望还是特别强 而且在进行战斗时 他们通常会投入最大规模的军力 这种设计也让游戏中 所有AI势力在应对进攻时的反应 像是一群疯狂的毒狗 即便玩家只是尝试 占领对方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城 甚至只是一个郡 AI势力都会派出尽量多的部队进行反击 哪怕同势力下其他城市 会因此出现防御空档 很有可能被玩家或另一个AI势力偷袭 他也不会提前预判 去预防这种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必须等到真的有另一波攻击发生 AI才会重新调整兵力 但这个时候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应对实力较强的势力时 更加实用的策略 是趁两个AI势力发生战斗 及时派兵搞第三方偷袭 或者利用自己的一部分部队 对敌人发起洋攻 等待对方调动了兵力出现空档时 再派大军出击 一举拿下目标城池 本作的战略和战斗的设计 肯定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它主要还是体现出 系统设计侧重的思路 再来说我觉得只能说是 是否对个子的胃口 谈不上是什么硬伤 但是下面聊的就是一些 我个人觉得目前系统中 确实可以被称之为硬伤 需要进行改进的问题 作为一款注重战略布局的作品 谋略和外交两个系统理论上 本应是重点内容之一 然而实际上本作中通过谋略和外交 能够进行的操作非常少 操作空间少也就罢了 基本的谋略只能对有领土接壤的城池 才能发动 这种设定就真的感觉有点少 外交方面调解援军 结盟和婚姻等请求 需要消耗相应的信用值才能完成 而对应势力的信用值 则需要通过轻闪 消耗一定的时间来获得 这个设计要求玩家 必须在平时就付出一定的军费 与其他势力维持关系 才能在紧急时刻发挥外交的作用 临时抱佛脚的机会完全等于零 这个设计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能够通过外交做的事 除了面对足利家 能多一个职位请求外 对于其他势力来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四项 至于成熟和从属关系在游戏中实际的功能 基本上等同于换了名字的结盟 只不过在特定条件下 可以利用非战斗的方式 将成熟势力直接吞并 而且最过分的是 要求已经成熟于自己的势力出兵援助战斗 依然要消耗信用值 这个设计就让人觉得非常不合理了 除了谋略和外交设计的不合理 关于职位的取得方式也非常让人淡疼 游戏中官职的获得是通过与朝廷亲善 而职位的获得则是通过与将军势力亲善 然后再上缴一定的军费换取 但是一旦足利家被消灭 游戏中便不能再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职位 而正常游戏中如果不是由玩家控制 或者玩家刻意对其进行保护 若基的足利家很容易 被其他势力顺手就给灭掉了 这就让职位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因为大家基本都拿不到手 军团的作用在本作中看似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它的设计贯彻了政略系统 非精细化管理的思路 为每座城池划分了大明和军团长 以此作为根据地所能控制的最大区域范围 超出大明控制区域的城池 城池的收益将会降低 如果超出了军团控制区域 这些城池将无法被交由军团负责 这个设计本质上就是强迫玩家尽量多的划分军团 想要在游戏过程中保持高速发展势头就需要不断的根据形式 调整军团区域划分和武将配置 针对某一城池的兵力和兵粮支援 以及一次性针对多个目标的谋略 也只有在设立军团之后 才能通过军团长的城堡来实施 虽然说这种设计看上去 本作强调战略布局的基本理念相符 但是不得不说军团的指令实在有些过于单调了 完全不能发挥出设置军团的作用 只有委任攻略攻略城池和支援军团三种方式 虽然有句话说不会带团队你就只能干到死 要充分相信自己团队的能力 但是如果只允许对团队说你自己看着办 上去干它和过来帮帮忙这三句话 那谁他妈又能带好团队 看了前面的内容就算还没有玩过本作的朋友 都应该能感受到 郡这个单位在游戏里是被赋予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实际游戏中它的功能性却很单一 它存在的最大意义仿佛就是充当城池建设的挂件 在发生战斗时 郡无法对城池本身起到支援作用 反而会因为被对方占领降低了城池的防御能力 其自身又基本没有任何有效的防御手段 当玩家占领了敌方的郡 但又没占领相应的城池时 那些被占领的郡除了可以当作攻击通路外 并不能产生额外的收益 最后要说的问题是政策模块的设计死板 本作中各种政策就是针对整个势力生效的各种buff 实施政策后每个月都需要扣除相应的军费来维持政策效果 但在游戏前期难免会因为自然灾害战斗失利和战略或领地的调整 遇到一些偶发性的财政困难 这种时候按月扣费的政策效果就有可能会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 一个合理的设计此时应当允许玩家主动取消或降低一些政策的级别来平衡财政支出 然而系统却不允许玩家这样做 目前唯一能够取消政策的方法就是将军费耗光 然后系统会一次性强制取消所有正在执行的政策 然而政策被强制取消后 想要重新被执行又不是逐级恢复 而是直接激活到被取消时的最高级别 这个设计又提升了重新实施政策的难度 虽然新生之于我来说 肯定不能和个人心中系列最高的苍天录天下创世革新三作相比 但是我个人觉得新生系统方面整体的设计还算不错 品质至少达到了几个线以上 在游戏的过程中能感受到很多可以加强的地方 又或者说可以进一步丰富 但又好像没有实装的内容 而把一个完整的游戏切开卖两次 也算是光荣的光荣传统了 作为一个老玩家甚至都懒得去吐槽这件事 更何况如今的游戏界通过DLC 把游戏分开卖都已经是各个厂家常见套路 希望光荣在不久之后 肯定会推出的威力加强版中 除了新武将和新剧本 能够在游戏系统方面多做一些正向改进 让这款游戏的品质能再提高一点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对于我 都有重要的一座一个新啊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或意见 请务必在下方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